同樣也是非常驚險 來看到今天台東跟宜蘭 發生兩起車禍意外 台東市更深路有一台 這個休旅車失控 衝撞了民宅 先是開進了對象車道 撞破了民財大門 又撞進了電機行 接連撞了兩輛的轎車 和這個騎樓底下的摩托車 無辜受波及的傷患 就有四個人 而宜蘭則是有砂石車駕駛 偏離車道 衝過了分隔島 撞上了清潔車 駕駛他是聲稱身體不舒服 已經趕緊將他緊急送醫 車禍現場一片混亂 傷患坐在地上 認驚魂未定 在台東市這起衝撞民宅的車禍 休旅車駕駛失控 駛入對象車道 衝撞民宅與電機行 一共波及兩輛汽車 和九輛機車 還撞了四名 無辜傷患 我還沒啟動 我怎麼知道 我都不知道這什麼 沒有 人都在裡面 還好人在裡面 造勢駕駛酒測值為零 車禍真正原因 警方還在調查 鏡頭轉到宜蘭 在國道五號圖神交流道 這台清潔車好端端要往前開 結果飛來橫貨 一台砂石車直接衝撞上去 砂石車的靈性駕駛稱身體不適 以送醫急救 警方也到場進行交通管制 提醒用路人開車上路 務並注意身體狀況 切勿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開車 若對路況不熟悉 也應該更小心 保護自己 也保護他人 華視新聞張正偉 陳軍藝 黃冠傑 黃昭聖 宜蘭 台東 總和報導 阿嬤